台中市交通局长跟大家分享U-Bike 2.0优势 这三年台中市力拼增加1000站 落实市长的交通正义门证件 搭配轨道运输 公车热点 商圈 学校 等以同心缘来设站 以南屯区来看已经从25站增加到85站 29号这天在南屯也欢喜迎接第一千站 宣告提前打标 努力 本来预期这个计划要花三年的时间 才能做1000站 那我们用了15个月 我们用了15个月 提早的21个月 我们先让台中市有1000站U-Bike 2.0系统 我们走路出来要搭捷御 可能有个600公尺 那走路闲远 那我们可以骑个脚踏车到捷御站 再换捷御 或是如果我们今天周末要到周边附近公园 那不见得一家开车去 我们可以骑个脚踏车 也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来体验 相关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根据统计 台中市前三大热门租赁站 商权方面为星光圆柏 轨道运输为捷御市府站 而大船院校为逢甲辅心路口 捷御绿线沿线的18站也都有租赁站 清晨整次已经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1月 连续四个月都突破有百万整次骑程 而截至目前累积骑程整次也达到五千一百万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事实上我们如果透过这一年多的骑程 换算成这个重数的量 其他等于我们11座中央公园的指数量 所以骑脚踏车是每个市民 都可以帮我们的空气 贡献一份小小心意 我们会提高周转率 来确保相关的这个骑程上面的方便性 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些保险 保障各个骑程人的安全 台中市的设站站点提前达标 但交通局表示还是会持续的建置站点 健全城市的绿能运具 建构绿色低碳新生活 就人家霸台中采访不到 感谢您的观看